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原创婚后赵丽颖与婚前赵丽颖差别一目了然。 多了优雅之性,少了笑容。 满脸都胶原蛋白的她元气满满。 是那种看一眼就容易让人心动的姑娘,清纯可爱。 机灵甜美,水灵灵的大眼睛炯炯有神。 嘴角上洋溢着的甜甜的笑容,能甜到观众心可耳中。 细心的网友却发现,结婚后的赵丽颖跟婚前判若两人。 婚后的赵丽颖变得优雅之性,沉稳大方了。 却不像婚前可以肆无忌惮地笑了。 活泼俏皮荡然无存。 取而代之的是甜净之性。 的确像是变了个人。 小编觉得这与很多因素都有关。 其一,赵丽颖当妈妈了性格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。 毕竟当了妈妈有了责任感,人也变了成熟起来。 压力肯定比以前大很多,让赵丽颖成长了,也成熟了。 其二,赵丽颖发生的明显的变化与年龄也有关。 赵丽颖毕竟三十多岁的人了。 之前活泼可爱的人设已经不合适了,现在结婚了正好转型。 天秤座的人本就是优雅。 如今银宝她成熟了。 有女人味儿了,顺理成章就变得优雅之性了。 婚后的赵丽颖她变得没有以前那么爱笑了。 感觉没什么是值得开心的样子,给人的感觉就是冷漠了很多。 不少网友表示只听说过幸福能让人变得像个孩子。 而没听说幸福会让人成熟。